听粉丝说这里有一款时速超快 续航里程能突破200公里 还能人机对话 长得帅还是一线大牌的高速电魔 那到底有没有这么神呢 走 咱去试试 应该就是这台车了 外观看起来确实是有几分姿色 简约设计 优雅大气 而且这颜色质感也不错 帅这一贵算它过了 不过这名字 宗生闪电侠 可真是一点都不谦虚啊 行 我倒要试试看 它到底有几分几辆 有点意思啊 刚才溜了一圈 这闪电侠确实是车中其名啊 它有四个模式 六个档位 刚刚我开了超级运动模式 这随便一拟 时速直线上升 实力不俗 并且这台车在加速过程中 显得非常从容 你每次拧动电门 它都能给你及时反馈 在这台车上啊 真的是感受到了人在前面飞 混在后面追的感觉 这般实力源于它搭载了1200瓦 高效Z动力电机和12管控制器 其中有全新高科技材料加持 帮助这台车跑得更快 田后180对质缸叠杀也非常内密 跑得快同样也杀得住 其次它配备的是超续航 和石墨烯电池 拥有更高的能量密度 无论是高低温环境都能稳定输出 极限续航可以超过200公里 它的智能这一点 我在上车的时候就感觉到了 看这一块大尺寸的TFT仪表 在别的电动车上没见过吧 它的功能也是相当丰富 它支持手机投屏导航功能 还能把电影或者视频投在屏幕上 还有一个功能 也是我第一次在电动车上见到的 你们看啊 小毛小毛 打开大灯 小毛小毛 关闭大灯 你们看还挺智能的吧 确实啊 这台闪电侠又帅又快又智能 还真是让我挑不出什么毛病 走咱再去店里看看 车型种类还挺丰富 有这边适合男孩子的飞豹 那边还有适合女孩子的 不得不说 宗师的颜值和配置的确都是挺高的